好的,各位,现在就是说做一期简单的三星最新出的Type S9,Galaxy Type S9平板的预购的开箱啊 是那个欧版的瑞典区的预购开箱,然后刚拿到,所以说,尽量不废话这一期 欧洲这一块的话,因为我是学生预购的,就是用学生价买的,因此就没有那些礼包了 我自己单独花钱买了一个notepaper screen,就是你可以列成三星官方的那个手写,就是那个记笔记那个类纸膜吧 但是它其实不是类纸的,然后买了一个它的自带的keyboard Nordic,是北欧键盘,哎呀这个失算了,我没有想到是北欧键盘,用不习惯北欧的 再加上新出的Type S9,一共是这三个东西 学生折扣呢,是减了3000克了,也就是减了3000克了,然后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2500,相当于是学生折扣三样东西加起来只给我减了500块钱 就,反正也是,确实是便宜了一点,没便宜很多,很抠啊,就真的是绿点区真的很抠,没有办法 好,撕,撕,撕,很薄,这次这个盒子比我想中小很多,真的是,某种意义上是环保吧 三星,拉起,哇,它比我想象中的薄非常多啊,是,S9呢是那个10寸的,10寸的平板,真的很薄,它怎么比呢,这是小拇指,我不知道,和小拇指比起来的话,还是要很薄啊, 是要薄上不少的,然后,我们先不开机,它表面没有贴任何膜,所以说爱斯基膜的人就失望了,没有任何膜可以让你死,是两侧的双羊加一个Type-C,上边的话简单的一个卡槽,因为我买的是,我买的是5G版的吗? 我买的是,应该是那个WiFi版的,所以说就,这个应该是只是一个TF卡槽的扩充,一个扬声器,一个麦克风,两个麦克风,双麦克风,四扬,再加上,电源键,音量键,并没有看到,并没有看到按钮,并没有看到独立的指纹键,应该是屏下的, 这次S9系列的话,是全系用了AMLOD的,包括上一代S8的话,中杯S8用的还是LCD,然后这次已经升到了AMLOD, A屏,然后AMLOD2好像是,第二代说是,一个单摄像头,四边是贴了塑料的,但是我先不接了,但屏幕是没有膜的, S-Pen,这次的S-Pen的话,据说也是有升级,但是,因为我没,我这是我的第一台三星平板,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和大家对比,可以细在这里,正反都可以,如果没接受的话是没有,不带SIM卡,是的,SIM卡贴死了,这里,这里的SIM卡被贴死了,所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WiFi版啊, 然后背面是可以放一个MicroSD卡,还不是TF卡,是MicroSD,两者稍有区别,虽然我们大家都认为那是一个东西,但实际上稍有区别,不用看系列不读了,好的, 这是它的第一,它是它Keyboard,Keyboard现在它出了三款,两款,一款是S-Lim,一款是正常的,我买的是正常版,S-Lim的话它不太喜欢,那个太薄的感觉, 这是一个全尺寸的Nordic北欧键盘,这里的是那些北欧独特的字符啊,北欧键盘呢,除了字符不一样,上面这一排的按键什么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很不习惯,但这个OK了,无所谓了,撤回,这里的话,正常的,后面是可以收纳, 三星1,就是这样,是一个全磁铁吸住了就,想要用笔的话,拿下来就好,这里有三个触点,S-Lim那款键盘是无线的,然后这款的话,它是有线,这个键盘是可以有线用的,所以说我是比较喜欢,它这个,哦,这个的背面设计的也是,任意角度的,旋停都可以,所以说, nice,我还以为是,以前用surface的人习惯了,我以为要洗一下,没有了,然后,我操,哎,兄弟们,补露一条,就是这个东西我刚拆了,我发现它不是个膜,它不是我想象中的类纸膜,它是一个这么一种东西,然后呢, 你把它解锁,OK,指纹太厚了,扫不了,你还得这么扫开,然后这么去写 就,鸡肋,相当的鸡肋,我没有想到这东西是这么用的 不过,有一句说句,手感虽然很好,但是这和我想的太大,这东西不要买,note paper screen不要买,这个东西没啥用,兄弟,而且你用了它之后,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你要用的话,拆开,合上,啊,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为什么呀,我不懂啊, 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什么材质,反正就像是亚克力板上贴了一个,就亚克力板上贴个类纸膜,你要用的话还得吸上去用 我屌,兄弟们,别买,我们来开机,正好拿出我的现在用的是三星的S21,然后就可以测一下联动 我们来看一下它键盘的区别吧,和普通的电脑键盘,笔记本键盘的区别 这里有一个language,一点可以看切换English和中文 然后backspace这里有一个类似于截图一样的东西,应该是截图键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标准的北欧键盘封了,北欧键盘的布局 北欧键盘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最烦的一点就是它呢,12345678第一排的符号是有上面这一排和下面这一排的 上面这一排就是大家知道的,用按住shift来敲 下面这一排呢,是按住uout,out叫做outjr,这个触摸板的按下的力度刚刚好,非常清脆,我很喜欢 用Galaxy的安卓的可以轻松复制设置账户 OK,我来扫一下二维码 哦,不用扫,它直接S21打开就显示是可以设置Galaxy Type S9 直接搜索到了,那我们直接点设置就好,正在链接 哦,这里能看到它是把指纹放到了这里 然后我用一个我自己比较舒服的姿势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一共是按压十九次添加的指纹 嗯,还有Google的话我就不起用了 因为我现在家里的生态都是Bixby的生态了 所以说我就直接用Bixby就可以了,调谷 Bixby虽然砍到现在不是很能用 但是因为我现在家里的灯泡啊,电视啊,都是smart scene的生态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用Bixby更方便一点 这就是我现在家里面暂时添加的一些智能家具啊 都是三星的生态啊 我不太确定国内三星生态如何 国外的话还是有很多支持的 比如说主卧的灯啊 然后厨房的灯啊这样的 包括还有一个摄像头 然后也都是我家里面用的 回头的话 着重在出视频讲一讲三星生态在国外的体验吧 如果是好一点 OK 还是很流畅的 预购的,我看它预装的东西基本没有 只有一个网飞,Netflix,Spotify,都是北欧 我用这个S9来把这期视频剪出来 如果你在B站上看到我上传的视频 或者其他平台上看到我上传的视频的话 这一期我会用S9去尝试去剪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质量 好,谢谢大家 好,锡屏状态我再试一下 锡屏,哦,锡屏可以解锁 OK 拜拜 好,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展示的是 在S9上面用B剪啊 B站的B剪去剪视频 感谢大家 回头我尝试是 S9来把这期视频剪出来 很流畅,无论是回放也好 当然我这视频的元素材用的是1080P的 4K的暂时还没有事 但至少1080P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1080P60斤的素材 然后都非常的流畅 然后添加剪辑什么的 都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好用